人家当头我是妍妍 最后高架我是车子 天马星空我是文杰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内的新闻 国内的新闻首先看一下 我们快乐的生活呢 昨天说我们需要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城市 然后吉隆坡被排在亚洲的第四名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活费 生活费呢 在东盟区域应该是最低的城市了 那这个英国经济人学智库 就是EIU 全国城市生活费调查报告出入了 就是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贵的城市 那唯有吉隆坡是列为 这个东盟国家中 生活费是最低的城市 那其实根据这个昨日发布的 这个全球居住成本调查报告呢 在全球133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 吉隆坡呢 就是可以要求在全球生活费排行 中呢 是第96名 是与这个柬埔寨波大并列 柬埔寨各 就是波大 波格大并列 对 那么真的这个 是生活费便宜点好呢 还是生活费昂贵点好呢 虽然说新加坡呢 是生活费最高的城市嘛 那其实昨天的这个最快乐国家呢 其实新加坡排行就是亚洲当中排行第一耶 嗯 所以所以呢呃我觉得生活费跟这个呃你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其实并不能成正比吧 主要呢就是你的生活费呃如果低但是你薪水又高的话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嗯 如果是普遍性的呢就普遍我肯定感觉很多人都是喜欢生活费比较低一点的 那当然吧 啊这样的生活就比较舒服一点 嗯 如果是 但是如果是生活费高 在普遍感觉来说生活费高的就有点自己呃 相对比比生活地要低一点的呢 呃还是生活的不那么太顺心或如意或滋润 生活给自己的滋润 但是我们又再一看其实吉隆坡并不比新加坡差多少 因为城市建设你看吉隆坡整个市区的城市建设 你看看新加坡就是城市那么一大点 然后呢呃人工作还挺啊还挺有压力的 每天上下班的时间都很紧凑 同时呢如果说在新加坡生活你段时间不出去的话会憋死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 还不如来来吉隆坡呢 吉隆坡它既有现代化的都市的感觉 同时还有基础设施提供给你服务 另外呢你还可以到呃这个马来西亚其他的海边去走走转转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给家人有一个愉快的度假的海边之旅 哎也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感觉吉隆坡马来西亚应该比新加坡要好 嗯那是一定的 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是挺不舒服的 但是呢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们可以去如佛中 是 他们没有海边可以去存海风 但是他们可以去周佛中吃海鲜 是 其实有一些新加坡朋友他就是过过海来之后 在那个渔村就吃海鲜了 是 呃 幸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离的比较近 要不他们也沾上这个光了 哈哈哈哈 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A说这么好呢 然后 这个 昨天呢 这个呃 我今天看了一下爆章的头版头条都是这个 就是昨天呃 马云阿里巴巴呢 来到马来西亚于呃 我国的这个首相纳吉 呃 这个首相纳都斯里纳吉呢 签署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呃 数码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对 嗯 走向呢 都里斯纳吉呢 就深战这个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呢 对大马的呃 数码经济发展做出了一个承诺 那 拼指出 马云让大马人对阿里巴巴这个词汇呢 有了正面的意思 因为在阿里巴巴在我们 呃 在大马呢 其实是被解释为 盗贼嘛 就是阿里巴巴 那而且 那呃 呃 北字 为是禁诸 只是收取 用用金的一个词汇 那 今日呢 他在马来西亚这个数码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区呢 就是DFT在呃 推荐理上支持说到啦 在大马 阿里巴巴这个词呃 这个词词呢 呃 就是 禁诸嘛 但 嗯 但马云通过所成立的阿里巴巴 集团改变了这个呃 阿里巴巴这个意思了 嗯 所以他这是他的有一些说法是吧 我们再主要看一下数码自由贸易区的一些 呃 介绍 呃 他主要是包括几个方面呃 我看来介绍之前我们先首先看一下数码自由贸易区的三个元素 其实这三个元素是组成了数码自由贸易区组成了网上这个就像阿里巴巴购物的这么三个主要的要素 那么第一个要素呢是电子商务和物流枢纽那么关于这个呢就通过全面的服务供应商来协助呃 呃中小型企业轻松出口货品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是卫星服务枢纽就是全球和本地互联网相关的机构首要的数码枢纽瞄准东南亚国家促进无间断的支持和网络和知识的交流 那么第三个呢是电子服务平台有效的管理和就是这个货物清仓和其他跨境贸易所需的程序 其实如果是用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电子商务和物流枢纽呢就是呃 假如说我们平常人我们要在网上去去购买这个产品 假如说我看见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那我想把这个衣服买过来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电子商务与物流枢纽 目前这个枢纽是建立在大马机场旁边20英亩的一个地方上 呃从那边就直接物流可以到达你的手中了 另外的一个方面什么叫做卫星服务枢纽 卫星服务枢纽它主要是监测和管理整个的电子商务活动的所全程的一个信息流信息沟通的 另外的第三个很重要也是电子服务平台 电子服务平台就是呃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支付宝我们可以用支付宝然后从网上刷卡 或者是说网上刷卡付费来来购买网上的商品和产品 呃这是三个主要的一个方式 最近呢我们昨天我们也看到马云根我们国家的两个银行 一个是Vbank啊马来亚银行另外的一个是呃连呃连长银行 CNB啊银行两个银行已经签订了一些啊合作的项目啊 争取尽快能够实现啊支付宝啊支付宝用户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呢足足以看到一步一步的其实啊数码自由贸易区的一步一步的路程 所以正在呃正在迁行着吧嗯是啊那呃呃当然这一次的中国呃跟马来西亚 呃呃不是中国那阿里巴巴跟马来西亚合作呢相信对于呃马来西亚的很多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这一个马云呢他就说了他会壮大中小企业 然后呃还有就是会拉拔很多的年轻人那呃呃他就有说嘛他听说大马97%的商业是中小型企业 却仅仅贡献了大马国内生产值总40% 所以他认为说一旦这一个国家呢拥有90%的中小型企业的话呢 肯定能贡献至少80%的国内呃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呢呃这个数码贸易区呢将会通过新的科技来协助这些中小型企业的年轻人啊包括提供数据啊一站式服务等等呢 只要你有优秀的点子那这个贸易区呢就绝对会呃提供协助你的 嗯呃另外除了马云说了这些话呢我们再看一下首相南极呃说了一些什么呃那么首相南极呢呃他也说他是说大马作为在中国以外第一个设立数码自贸区的国家呃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关注 那么马云呢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带了四位首席执行员来呃据我所知呢据那极所知呢呃这还是马云首次和四名首席执行员来呃据我所知呢呃据我所知呢呃据那极所知呢呃这还是马云首次和四名首席执行呃 执行员一起出国的呃另外呢呃那极呢也在致辞当中告诉马云说我们于去年十一月四日在北京见面我们握手而你说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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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一切事情发生吧呃那么那极说呃他知道时间呃他知道时间是很紧凑的呃是否能够有一个政府就是马云马云是这么说的马云说呃时间是很紧凑的能否在一个 政府在短短四个月就能够让这一切变为现实呢然后接下来呃呃呃那极又说他说马云我们已经向您和世界证明了呃呃大马政府能够办到而我喜欢您说的一句话呃大马政府的效率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嗯所以这个马云是本来想象大马政府效率很低吗 呃呃其实我也不是说低因为你看四个月我们要建立数码自由贸易区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各方面的地的征用以及我们对于银行的这种协商银行系统的这种改变它都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一个操作 仅仅四个月就能够使这个数码自由贸易区成型这也是真的确实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是啊也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对呃呃呃呃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呃呃马来西亚呢它是一个怎样子的国家呢它是生活节奏很缓慢 其实生活节奏缓慢不一定是件坏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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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所以所以我来说我更喜欢这种生活生活舒舒舒服的这种节奏更不喜欢那种新加坡生活特别快节奏的那种生活节奏所以另外的但是我们该抓紧的事还是要抓紧的包括这个数码自由贸易区我们就该抓紧的事我们必须要抓紧所以呢这件事就抓紧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结果还是还是 是能够给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已经年轻人带来很多的商机的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也是年轻人 不论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需要注意了 有八个美容的产品进入了 因为他们里面还有毒素 那找到卫生部进售的八款美容产品呢 为分别有Moled热伤 就是Moled Day Cream 有蛮多的 就是这里有八个 还有一个叫做Adele 零瑕疵神奇剧蚊精华 我觉得每个女生要注意看 因为这里有太多了这个词汇 还有一个叫做Abeauty Abeauty就是Abeauty Night Cream 我简单说一下 NDZ UV Whitening Snow Cream Normal Snow Cream Sensitive Donal Cream Alpha Night Cream 我这些词汇都没 我这些妇容产品都没看过 你没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耶 我在商店里不论是哪一个 就是 呃 就是 都没看过来 其实这些都是 根据这个 卫生部拿度里 诺西商表示呢 其实这些产品呢 是有 呃 毒素是会危害人体的 那卸减成分 其实包括有水银啊 一些 呃 本二分啊 对 维甲酸啊等等的 是在化妆品是不被允许的一些成分来的 所以就会现在已经被禁止了 根据这一个报道来说 嗯嗯 呃 另外透露说所有含有对本二分 含有维甲酸的药剂与美容产品 都必须在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管制底下注册 而相关产品呢 也必须先有医生的指示才能够使用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女性 尤其是女性朋友啊 然后看到这些这个 八款美容产品一定要细心留意了 如果你一直在使用这个护肤产品的话 赶快换掉吧 呃 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啊 这八个八款的美容产品 嗯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美容产品 对于女性来说 再我们看一下电影 电影呢 昨天我们说到 这Power Ranger里面 是不是含有通讯链元素的东西啊 然后也就是有可能进播啊 但是昨天内政部已经给出答案了 对 这个电影金刚战士就是Power Ranger 昨天传出在大马的上影时期呢 是未确定的 因为指出 这个电影里面是含有这个铜字的题材 还有成分在里面 那 这个内政部呢 在22就是昨日啊 就傍晚就发射了 通告就说到 大马电警局在检查这个金刚战士后 并没有发现 呃 同性质的这些呃 元素在里面 所以这 这个戏呢 是为在这个 本月22日通过该电影 列为呃 P13的辅导机上会在呃 本国上影啦 意思是说他可我们可以看了 可以看了对 所以是 也没有删减的成分 对所以P13是要呃 父母呃 携带孩童而下才能进去看的 嗯 那文告也说到电警局呢 是在这本月16日接到这个电影的 所以呃 检查的时候呢 是 他们用了事前来呃 完成这个 这个审查 那所以呢 因此不存在有一些 延误的批评的说法 而电影公司暂停 售票的决定 那现在呢 确定啊 是22日会上影啦 嗯 那对于美女和野兽 他说了些什么吗 那其实 我们也想知道 对 有 这个他就没 呃 没怎么说到 因为我好像查 上网看一看 对不对 嗯 他们呃 呃 好像昨日 他们没有呃 呃 电影那个 golden string 是吗 就是JSC 他们就在网 admin 呃 official facebook 就破了一个文 就是说 呃 没有没有创减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一次过 一次性的通过 在本月的30日 就上演 对 那所以 其实里面的 他是有同志者们 但是他们却 呃 经过在重申審查后 呃 重新的 让这个影片 在本地上演 哦 所以说我们30号 是吧 3月30号 一刀不剪 然后可以看完 在着golden 对 就可以看到了 对 嗯 这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我们在 除了这个 也是有一个 人潮爆满的 一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广场 在新山 嗯 是 那呃 就说嘛 这个我们 不是 这个苏丹 Rofo 苏丹呢 他就是派礼物 派送礼物 就是送 少过10万元的房屋 给这个Rofo的子民 然后 而且呢 只需要一块钱呢 你就可以 呃 抵押金了 你就需要 给抵押金了 那呃 当然呢 就是 你要去 呃 register嘛 然后你要去申请的话 呃 就要去一个 呃 广场去申请 那因为一档场 是没有派放 号码牌的 那就我所知呢 其实在那个广场的 前一个晚上 就是开放申请的 前一个晚上呢 就已经 有很多人潮在那里 等着排队着 然后又不敢离开 因为现场是没有 发放号码牌 那呃 后来呢 就是呃 到了下午 好 下午 下午的时候吧 这个警察呢 就驱逐这些 呃 驱散这些人潮 然后就说 呃 你们等一下再来呀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先 呃 安排这个现场啊 等等的 但是这些人潮 不敢离去 那呃 我可以看到的 这整个画面呢 因为我朋友是在 我佛州星上嘛 他就去到现场 然后又拍那个照片 整个广场是塞满人的 哦 然后那个广场 平常都是没有人潮的 一个 就是很少会有人 要去那里逛街 但是呢 因为那一天呢 结果就 整个是塞爆人潮了 那呃 就是 有说 就是呃 这个报长嘛 就去采访 就是说呃 这一个 他说他是从 面子书上呃 看到消息来的 尤其由于登记活动呢 是在下午两点才开始 那全都在十二点前呃 来到这个大城市广场排队 结果没有想到抵达了以后呢 发现现场挤满了人潮 让他大吃一惊 我觉得他两点开始 然后十二点才过去 我这就要太迟了 嗯 人家是晴天半夜 就已经在开始那里排了 你知道吗 就排是 是能够就是 买到便宜的房子 还是怎么 呃 就是你可以去申请 哦 就是你可以填的那个表格 嗯 那现场开放 六百个人申请 呃 而且只是现柔佛 对 只是现柔佛知名 嗯 然后而且还有一些条规了 就包括说呃 如果你是独生子女子女的话呢 你要确定你的父母是没有产业 你才可以去申请那个房子 嗯 还有你整个家庭的这个收入 不可以超过四千令吉 嗯 然后你自己本身是 之前是没有摆过房子的 嗯 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十万元房子 嗯 嗯 所以大家需要准备好材料 才能过去去证明自己 符合这些条件是吗 是的 而且呢 其实到后来呢 因为人潮真的太多了 结果他们改去用 呃 就是你也可以在网上申请 结果就他 就找到很多人说 哎呀 怎么怎么这样的 你找好就网络申请了嘛 你就不需要 呃 像大家打牌强的话等等这类的 但也只有六百个名额是吗 对六百个名额 其实那场面 你有看到那个照片吗 其实他们的整个广场的场面呢 比奥巴来的更多人 是 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六百个人了 我相信有好几千个人了 不只 对好这整个照片一楼二楼三楼都挤满了 然后呢 你只需要给五令吉的停车费 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个算是呃 这个网络申送给 派送给网络申的礼物吧 而且你可以全 全全 百分之百贷款 对百分之百贷款 然后你只需要给一令吉的押金 哎呀 这太好了 可以可以 这个话题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现在苏丹是比较红的 这个我们这个涉及到这个苏丹 我们可以其实这个课题还是蛮不错的一个课题 苏丹如何照顾子民的一件事情 我们稍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课题 我们的课题还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